然後大家蓋一個帳說 好 你其實是被我檢驗通過 然後它可以隔年再來不斷的出現 我想這個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我相信一是吉米的繪本從來不過時 第二 關於演繹出來的愛情也永遠不過時 所以它才能夠在不管是哪個時代 你在演出的時候你依然沒有時代感 它依然就是存在的 所以這確實一個我覺得確實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 接下來還有兩個人要來問 吉米的問題喔 好 那我來 吉米老師我想問 就是看完向左走向右走 我就認識了遺漢先生還有離開小姐 發現每一個人在他們的生活上 會有一些事情讓他們很遺憾 然後因為這些事情會讓他們很遺憾 他們就想離開這個狀況 請問你在你的 你在回想到你的藝術女生 你有沒有碰到一個 一件事情讓你覺得很掙扎 然後你是怎麼面對的 然後後來就是 我相信現場有很多小朋友 好多朋友 就是對畫畫這件事情很有興趣 你有沒有一句話想跟他們說還是鼓勵他們 你這裡面大概有剛剛的問題 你這裡面大概有剛剛的問題 對 沒有問題 這裡面是有十個問題 那你怎麼講的 其實我是非常幸運的 因為我就畫了一個給成人看的繪本 然後居然形成一種紋類 然後被大家接受 所以在台灣一個這麼小的市場 像我這樣子做著 無理好說應該是非常的幸運 那當然有很多很多年輕的朋友 可能有點受到這樣會不會有影響 也許他也想創作 但是講到創作 我就是一個非常嚴肅 非常嚴苛的人 我會對創作這件事情 用非常苛刻的角度去看 所以我曾經在台大上課 然後教一些年輕的朋友做創作 但後來我受傷了 他們可能也受傷了 因為我要說真的 我不要說假的 我不要告訴你說 很棒很棒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那個都只是安慰的話 但是因為這樣的話 讓彼此都受不上 所以我變得很退縮 然後我慢慢會覺得創作 好像自然而然會出生在 每個想創作的人 而不是被鼓勵 被刻意的栽培 就會成就出來 然後又回到了 很多人想問怎麼樣可以創作 那我每次演講 我都會撐上春樹說的話 就是說當你想要創作的話 第一件事 你要有某種程度的才華 你一定要有這個才華 就算你要打籃球 你這樣夠高嘛 你不可能像我 去打籃球 不是這個笑話嗎 我一天投一萬個球 可能也沒辦法 但是第一個 你要有基本的東西 就是你要才華 你想唱歌 你要有很好的天賦 某種已經到達程度的天賦 這是不可逃避的 所以你要自我解釋 好 這個部分說起來大家都很相信 那第二個部分就更難 是你要專注 因為我好像老師喔 對不起 好啦我真的是老師 第二個要專注 就是每個人都有非常多的 不同面向的東西 你可能又會當導演 你可能又當旅行作家 你可能又要環遊世界 你可能又喜歡做美食 所以在年輕的時候 可以不斷的嘗試 等到在某個階段的時候 你必須收回來 你要做一件 你真正想要 你真正拿手 你真正罪案 你真正願意付出的事情 你要專注 唯有專注才可以被看到 要不然 有這麼多人做 這麼多棒的事情 你可能會不會被蓋住 第一個要有才華 基本 第二個要專注 第三個要持久 我想這個簡單 說起來都很簡單 但是要持久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你可不可能願意每天 像我的臉書每天都告訴我說 你只要每天花20分鐘 你就可以把英文學好 我都點點頭 可是我永遠學不好 同樣的問題是 當你想要創作 你想寫歌 你想作曲 你每天有沒有花很多的時間 在專注這件事情上 不管接受到多少人的嘲笑 或是你自我的摧殘 你都要持續 那如果你可以專注 你可以持續 你才有一點點遺憾 那年輕朋友可能都不想聽剪歌 因為覺得 怎麼可能呢 我有那麼多的朋友 我有那麼多的節目 但是如果要回到創作上 其實像導演 像劇團 像演出 事實上都是用這種方式才能夠慢慢的累積 所以除了戲劇之外 這些東西都要自我要求 對不起 我老人家 太棒了 太棒了 久安 OK 我想要問 喜梅老師的問題是 就是你在 創作的就是向左走向要走的 這個繪本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覺得導演 可是我知道就是 第一次改變劇本 不是導演做的嗎 可是就是 總而言之我覺得 我們在演這個音樂劇的時候 我去看這個故事 我覺得 就是他導演 當然裡面有加了很多繪本 裡面沒有的台詞 可是那個台詞的方向 都是非常的就是 生命歷練 這種有一點 快要那種很酸甜苦辣這種感覺 所以就是 那我想問老師 你在畫這個繪本的時候 是有什麼 領悟或是感慨 才想要做出這樣子 就是分 這有點命運的故事嗎 一開始會畫像走走 像要走 其實我後面 我的前面是 是有一個故事的 但這個故事事實上 都是不是大家喜歡聽的 大家以後 我在畫一個 非常甜美的愛情的故事 但是我表面上 也是在畫一個這樣的故事 但背後的背後 其實不是 因為如果稍微了解幾年 你知道我在做這個繪本的前三年 我都寫來 然後我在醫院躺了一整年接受化療 然後非常的慘 我不曉得可不可以活下來 等到我慢慢的恢復 然後慢慢健康之後 我剛才做創作會的時候 我一開始是覺得 我這麼慘 我想要畫一個比我更慘的人 我想要畫一對男女 永遠找不到對方 我有一種 我需要靠一個這樣的故事 來平衡 來舒緩 我覺得我是世界上 最悲慘人的一個這樣的心情 那特別是 那西波斯塔利首詩 就是確定是美麗的 但變幻無常 更為美麗 那我為什麼會對這個 這個句子有那麼大強烈的感動 就是 假設我不是一個生病的人 我是個持續上班 然後持續創作 我可能就是個非常確定的人生 我的人生可能也很美麗 我現在就變成一個 每天在報道上發表擦獨的作家 然後每天喝咖啡去旅遊幹嘛 但是因為一場疾病 讓我的生命變得非常的確定 我不確定我可以活多久 我不確定我可以面對這個美好的世界 可以看它多少眼光 所以直到我慢慢健康之後 我再回頭看這段生命挫折的過程 我忽然覺得它也有美麗了 所以這也回到了愛知 就是當全世界人都覺得你們最幸福的時候 可能你們也埋下了悲慘的種子 而你們在四處的追尋對方的這個過程 在觀眾的眼前看來 是多麼美麗的追尋 是多麼純粹的一個美好的時光 它就在我的身邊 而我這一年永遠想著你 那這樣的生命的 就是單純的歲月是很少的 所以向左走向右走的背後是疏離 是一點點重新回過台看生命的不忍 曹菜 對不起啊 這界面會好怪啊 不過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跟吉米在 共同在一個公開的場合在聽他說話 那我記得我們上一次應該是地下帖的時候吧 就是他很倒楣認識了我自己的工作 我一天到晚都會拉著他說可不可以跟著我一起去做講座 那我其實還記得我們之前講座的經驗是 你都還沒哭我就在旁邊打衛生機那邊擦眼淚 對 因為確實我覺得吉米是一個很不同的一個作家 因為你會發現他其實所有的秉觸 他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 但是其實我老覺得他就是一個不簡單的人 對 錯了 我心裡其實是非常仰慕他的啦 只是平常對他不太禮貌而已 對 然後我其實真的也謝謝吉米 其實我覺得因為有這個繪本的領域 所以以至於我們改變成任何的作品 其實我們都可以把它改變得非常好 就是如果沒有這個先天的體質 其實就算我們想要把它變成另外一個故事 他都很難變成很動人 那沒有吉米的繪本沒有改編的故事 當然也就不會有這些演員的存在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緣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循環 然後我也從來沒有想過 我這樣的一個循環 他可以共構成一個未來有100場的一個目標 那我相信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 就是在生命裡頭很不一樣的一個經驗 那因為今天時間稍微匆忙了一點點 那我是在想說 還要唱你的梗是嗎 他講你把我的梗說完了 好 因為我本來還是想說因為時間上有一點點緊 是因為那個大文晚上有一個 很特殊的人生的另外一個任務 他要去祝福另外一個人 一個重要的一個階段 所以我在想說 同學們要進唱歌直接進曲場 反正都還有票嘛對不對 不用擔心在劇場 在劇場的影響更好 所以在這邊呢我想直接 等一下我們就直接簽票 還是你輕唱給大家要聽 好 耶 對啊 像我們戲裡面那一段呢 那要唱了嗎 那要唱了嗎 其實是Brain Now 對 因為你突然Q到這一點我就覺得我不好